欢迎收看今天的二战物品测评 本期是第七期 咱们今天介绍的一言是二战期间的一个小物件 正是12件套套装的急救箱 First Aid 而且是12unit 咱们之前第一期是有介绍过24件套 而眼前这款是更为小巧的12件套 通常是配发于美军的吉普车 有的时候也会放在其他机动车 包括坦克的上方 那么这个盒子已经宝金封装 我们就看看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写的First Aid就是急救 然后这个地方US Army美军 然后这个地方写的是medical department 就是医疗木门 然后stocking 那么就是它的库存的编号 在后面这个地方写的很清楚 For Emergency Use Only 只是为了急救的时候使用 前方有两个卡子可以从前方打开 然后后方还有两个固定的卡子 你可以把它更大范围的打开 下方已经保经封装 那么里面的内容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的一个提握手 可以进行一个提握 我们就把它打开 看看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好 首先前面的卡子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后面还有卡子 这个地方向上 把它提开之后 前方这个部分 可以把它这样的放下来 然后就可以把整个的盒子打开 首先在上方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上方有写的instruction 就是说明 然后这个是instruction kit 里面有一些物件 first aid motor vehicle 12 unit complete 里面是有这个所有的物件 到这边有一个罗列的名单 这个盒子里面有一些但并不全 那么我觉得如果能够保持到如此的这个状态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我们此外看都有哪些内容 首先这个地方写的 这个是ey dressing set 那么是眼部受伤的时候使用了 这个地方有它的使用用级说明说eye injury 眼部受伤的时候 可以用它放在眼部 那么进行一个治疗 然后这个写的是do not rub the eye 就是不要揉眼睛 放到里面之后 我们看看里面 那么open opposite 应该从这个地方开始开 好 里面是有这个一盒小油在这里 我们借着这个 这个东西拿出来 还没有使用过 那么应该是低眼药 那么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有八十来年了吧 我也不敢往眼睛里边随便滴这个东西 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放在眼睛上的一个小的 这个类似于创口贴绷带的 我们拿出来看一看长的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是第一盒小布件 我们把它先放在一旁 这个纸已经这个鲁芝麻花的了 好这是第一盒 第二盒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盒小布件这个地方写的是什么呢 上面写的是这个 这个ammonia 这是什么东西呢 那么如果大家学医学的话可以看一看 first aid packet 这是这个面子 然后翻过来 教我们如何去使用它 好里面这个在24天套的时候 咱们已经看的很多了 特别一个小卷跟那个小烟卷似的 可以把它打开这样 然后里面含36%的酒精 估计现在也就完全挥发了 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听一下 里面好像是有东西的应该是 应该是这种类似于可以把它放在嘴里面服用的一种啊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盒子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应该是绷带啊 这个新的在兄弟联盟有一集啊 就是这个Eugene他去各地去搜寻绷带 结果绷带都没有 只能这个在这个后方大背影使这个虫单啊等等的 当做绷带的使用 那当时有这么一盒的话 应该是相当的开心了 好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写的也是这个也是绷带啊 那么这个盒怎么样的 这个盒是更加小个的这样的绷带啊 这个bed aid 也有时间年代感了 那么一页是全新为使用为取集的 然后再往下这个油脂麻花的盒子上面写着Burn Injury Set 就是当你受这个火焰灼伤的时候啊 可以使用它 那么这个已经特别特别的久远了 里面哇这个药膏啊 把都撒出我们不再往外拿了啊 是以药膏的形式 灼伤的时候使用 那么有两盒 看来灼伤啊 在这个机动组是很容易碰到的一种这个损伤 这个是上面写的 这个毒药啊 Ellido 好 那么看一下 这个里面 也是这个小绷带啊 这个不是小绷带 这个里面是有内容的 里面是有 这个里面是有内容的啊 好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有这么一小盒子 这个是绷带小盒子 那么前面已经说到过了 这盒应该是应该是没有东西被使用 垫起来就很轻 好了 那么这是这个小盒子 然后还有这么一个大盒子 在这个地方 记得24根炮 应该是有两个这样的盒子 上面写着有这个 刺激就是剪刀 然后还有一些绷带等等啊 one side 这是一个完整的小套装 那么看一下这个里面的东西啊 里面有没有 我没有看到这个剪刀啊 只是看到我这么一根带子在这里 这根带子应该是累随绷带那种 当你受伤之后 可以捆在腿上啊 什么的 对吧 是这样的 好 那么我们再把它这个原物 返回到这个盒子里面 全没有小剪刀啊 当然油精也是找了一个小剪刀 就应该是在那个 Piconti的那个小 在这个收藏里面 找回了一把剪刀啊 给拿走了 好 我们再把它这个放到 我们看的里面去啊 这个里面还是相当的干净的啊 那么有这个小纸片 这个都不要了 我们把它放回去 这样的依次啊 这是三 然后四五 六七 然后八九 那么一共九个 其实应该有十二个 所以说应该是被 已经用了三个了 应该是当时试病 我觉得应该是绷带之类的 应该是最为紧缺的 好 我们把它再次的合上 合上非常简单 那么就是 可以把后面先扣上了 那么就像这样 前方这个地方啊 稍微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呢 也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十二件号的 这么一个小急救箱 还是挺不错 但是这并不是最小巧的 还有一个 比这再小一点 但还有更小的 我们下期会测评 一个更小的 那个急救小包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